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回家搞一搞 因为我二哥请回我二哥回我们家 不方便我阿嬷装香 今天有五个人上班 很忙碌 因为要重新新安排 其实我等他们上班等得很心急 因为以我一人之力 我想做很多事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自己的知识 我自己的学问 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到很多东西的 那我们重新这样 或者说 从头洗牌来说 投入更加多的资源 那这里多谢所有支持生活王国的人 因为有你们 所以令到我可以投放一些资源 至于网台 我现在不予寄望 因为已经去到一个窥蝕的状态 是我做网台这么久 从未试过的 7月31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到访马尼拉 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 举行了会谈 冯德来恩在讲话中表示 欧盟希望加强双边关系 更加在五大领域与菲律宾展开合作 当谈到安全问题的时候 冯德来恩指出 欧洲的安全与印太的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当中 基于规则秩序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 他里面讲的就是中国 他直接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他说欧盟最着重的就是说和印太地区的同气连致 根据国际法庭的判决 南海不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 并不属于中国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印太地区防范就是说有军事的中突 而包括的是什么 台湾 这次冯德来恩以他的身份来见菲律宾小马赫斯 那当然了 水马赫斯已经全面投入美国和西方阵营 所以冯德来恩来到这个 我只不过令到欧盟或者北约某部分的成员 和菲律宾加紧往来 也都铁钉钉这样讲了 就是只要你攻击印太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台湾改变现在现状的话 欧盟就会插手 他说明不容许有这些事发生 当然中国是一个禁忌词他没有提到 但是事实证明了 现在中国无论是外交 军事 甚至内政开始衰弱的时候 欧洲五眼 甚至东盟国家 已经开始陆续地放弃中国 甚至跟过往不同 过往就是奉迎中国 因为你是强国崛起 今时今日看到你日落西山 你自身的问题千瘡百孔 他们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作出攻击 冯德来恩这一次是表明了 他这次是单拖附回 他不需要有德国有法国有美国有日本 这些陪同他下来 当然现在整个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叫做什么 補级站的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就是整个印太地区最重要的補级站 亦都是战艦 亦都是军事基地 就是空军最直接的 可以横跨最大的阔度 无论你对台湾对印度 甚至对东盟国家 越南 日本 韩国 他就是中心点 由他引发 只要一开火的时候 他就可以即时作出一种应援 冯德来恩 这次赤裸裸地由之前 今年年头的不脱欧去分风险 就是由他提出的 就是说现在整个欧洲 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针对性的做法 就是由当日奉德来恩 他做出来的 跟着上一次和法国马克龙一起访华的时候 他虽然被冷待 但是由那天开始到今天从来没有松口 是坚持中国就是整个欧盟的竞争对手 这次来到这里 尤其就是棒打落水狗 看到中国现在细弱的话 来这里和菲律宾 撿一支好丑 这个 就是现在欧盟的做法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即是以后有什么事 欧盟就是美国之后的大哥 你不要以为只有美国照理 现在我们欧盟都要插手 因为在利益面前 哪一个都想分一杯羹 而所谓的利益 就是中国渐渐失去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拜拜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20多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币15万内 无需雅思成绩 我们为18至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办理劳工定居签证 没有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玩Quiz题啦